这个大长头 再给大葱 看三个大葱直播间里 能不能变成表天人 后妈对你好吗 面上过得吃就行 我后妈不用对我好 对我奶奶对我爸爸好就行 不用对我好 我又不是说十几岁的小姑娘 几岁的小姑娘 后妈不给我饭吃 我就没有饭吃 我还不敢跟我爸说 我这个说句实话 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挣点工资 我要想给我爸爸打点 就给我爸爸打一点 但是后来我给我爸爸 打电话前的时候 我后妈就不让他收了 急于给我撇清关系 就弄得我挺尴尬的 后来我就跟我爸少联系了 所以说我的爸爸 就给别人去当妈妈了 我就不管他了 怎么着怎么着吧 自然说他有老婆了 有儿子了 我这个闺女 他要想起来 就给我打电话 想不起来就算了 反正我现在也不准 我让家里边给我花钱 对不对 他们离婚的时候 你很小吗 我爸妈离婚的时候 我是小学毕业 然后上初中的时候 是跟着我奶奶一起 然后上初中之后吧 我爸不是去乡下去养鸡养鸭吗 开个养鸡养鸭场 也挺累的 也挺辛苦的 就是我爸是属于那种很累 但是挣不到钱的那种的 可能是命不太好 直播单里边有没有天天看我直播的宝贝 有吗 这个初纸有没有买了收到货的 好用吗 今天给我衣服还蛮搭的 所以说 我为什么这么早的出来干直播正强 也是因为我就觉得 我爸爸虽然说很辛苦 但是人很花心 也没有挣到钱 我奶奶我又不舍得花他的钱 我就想着自己出来做吃 早点出来挣 还有 又收到了吗 能不能够够反馈 今天该正常卖了吧 正常卖 多好用是吧 咱就正常卖了宝贝 正常卖了 收到了 好用 干脆面发60包 所以说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就是来回踢皮球 我不是 就是我 那个时候我就很 我就感觉就是很无语嘛 就是我明明是个独生女 结果我 就是感觉就是说 明明我是个独生女 你要说家里边可能孩子多吧 我不受 我不受代价 可能说 没管我就罢了 关键是我们家里边就我一个孩子 我就上个踢皮球 然后踢过来踢过去 我那时候我就不想干了 好用是吧 那就正常卖吧 这个初纸宝贝啊 嗯 这个初纸宝贝的价格 绝对是你们带线下 比你们买个卷子 还要便宜的价格 这个这个初纸的话 之前 我给你们带的是这样的 就之前 之前那个橙色包装的 就之前那个橙色 旁边 拆开内包 给他们看得见了 这个用完了已经 你就是看 这个快用完了 给你们看看啊 就是这个初纸 看到没有 这个初纸的话 之前卖给你们的话 都是福利家给你们秒的 这 평 Those 这 religious 中文章 感谢观看